世界最强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大明 可以见得 回想明朝的版图 在当时的世界 比明朝还大的屈指可熟 当然重要的是海上能力 明朝的海上能力 比起早年间的西方国家 诸如葡萄牙 西班牙之类 简直能甩他们一条街 这样的实力 号称世界最强国 怎么都说得通了吧 可是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强国毁于一旦 一个人和一次意外 咱们还得通明朝望出征服世界来说起 众所周知 明永乐年间 成祖朱棣派出一支极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去下西洋 许多人说 这是去寻找失踪的建本地 或许是的 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征服海洋 进一步征服世界 每次下西洋 这支船 对都会带来一大批到中原参拜朱棣的使臣 不仅如此 他还灭了东南两海的海盗 强硬干涉赵八国的内政 把不愿臣服的西兰国王 抓了明朝进行审判 是哪里是友好往来 简直就是一统天下的箭头 说到底 这是成祖朱棣的心思 他不仅敢讨蒙古 南安南 还要进一步扩展 征服世界 毕竟在那个时候 有前朝的铁木针为例子 朱棣具备这样的觉悟 当然 他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但是这一桩大愿 最终还是毁了 前些年 有一个英国学者指出 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美洲的的人 不是哥伦布 而是咱们国家的政客 证据是一张政河航海图 和几十艘沉没在美洲沿海的明朝商船 不仅有温物 这位学者还从地理 气象等原因分析了这一节论的可靠性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 政河发现美洲要早于哥伦布 这一事实确实让许多中国人心热 但是心热之余 需要提醒的是 正是郑和郑 个人 毁了朱棣 称霸全球的大计划 明朝之前 为什么中国的海上力量会偏弱 这是因为发展海上力量 需要超级的财政之初 明初朱元璋的铁血政策 虽然搞了满朝文武作力不安 但是也使官场极为清明 大大加强了明朝的财政能力 这也是明朝为什么可以下西洋的原因 所以明朝的时候 朱棣总共派出包括正和在内的数十只船对下西洋 望途一步一步将西洋各国拿入自己的版图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人他不听话 他不仅跑去西洋 还带着满船的财富过日本 澳洲 最后跑到了拉丁美洲 因为自然原因 导致数十条商船陈海 还把朱棣的经费花得灵光 这个人就是正和 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中国人 几千号人 上百艘船只 从亚洲跨越太平洋跑到美洲 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一笔多么大的开销 1420年 南京皇宫突然发生大火 凤天 华盖 仅身三大殿被烧光 这使朱棣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畏惧 怀疑是上天在警告自己不要妄图尊大 尤其是劳民伤财花费过剧 所以对这航海之事 就心里放松了不少 现在看来 这不过是一场意外而已 不过这场意外 却在这个过程中 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422年3月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返回南京 根据英国学者的论证 郑和是靠杨流和季风 在同样的时间内 去美洲逛了一圈 除了他给出的那些证据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 就是第六次回来之后 朱棣没有褒奖郑和 而是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务 这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原因 是郑和围仓命令跑去美洲 花费巨大 导致朱棣资金不足 无力继续支撑自己的航海事业 也正是这一次之后 朱棣不仅终止了郑和下西洋 也终止了其他船队下西洋 原因只有一个 财力空虚 之后明朝航海的事情 就算是告一段落 紧接着郑和第七次航海死于途中 新皇帝即位 从此明朝就走向了闭关锁国的路线 也正是这种闭关锁国之举 导致这个世界级的强国 渐渐落后于西方的各个国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